什麼樣的後臉疾病患 會讓你最無法忍受 大家都很感謝耶 這個做抹片 我覺得這個最好笑 應該是合衣服的事情或是離世 為什麼在神奇的一刻有什麼狀況 其實我們現在在健保 包山包海 而且很多病人就是 買菜要加蔥嘛對不對 之前就是有一個 在七八十歲的一個老病人 在婚姻室認識他 然後我們三個月能拿一次藥 每次都說醫生啊 我說 有一點流鼻水 可不可以順便 好 突然有人說 醫生都很聰明 很厲害 你順便幫我做一下子宮抹片 我最近好久沒做過 誰誰誰 最近怎麼樣 子宮都怎麼樣 就順便做一下嘛 我說好 我就跟護理師兩個人看著 我就想說 我這個還是不行 我這個沒辦法 我們就拖了很久 我說你們在那邊等一下 我請護理師幫你處理 護理師就真的幫他掛號 護理師回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就在那邊笑說 這個 感覺你包三包還什麼都能 對 對 那個 那個時候我還是小小的實習醫師的時候 那在那一科就是有照顧一個大姐 那個大姐大概四十來歲 其實真的每天打扮還滿漂亮的 那大姐是胃潰瘍住院 那住院就是打胃藥這樣子 那照顧得其實還不錯 有一天大姐就問我說 那個 理師可以給我電話嗎 我心裡想說 幹嘛要跟我要電話 他說不是啦 不是跟你要 不是要你的電話 要你學長的電話這樣子 那因為照顧得那科學長 也是高高帥帥的這樣子 所以我不太清楚學長的電話 知識回答都這樣子 你可能要自己問他這樣 那後來咧 他就常常去騷擾學長了 開始問學長的電話號碼 問他有沒有女朋友這樣子 那後來他在出院前他就找學長 跟學長說 那個 你們那個實習醫師 住院醫師生活很苦啊 那個薪水很低 不然這樣子好了 大姐照顧你 你看看一個月是多少錢這樣子 你跟大姐講 大姐照顧你這樣子 所以他這樣用行情假的 對... 那學長馬上就很那個 馬上臉色大變說 準備要那個要結婚的人這樣 開架了 要開架了 對 我們也覺得 為什麼學長沒有傻這樣子 對啊 為什麼不是我 是... 不過學長還是很有良心 他說他已經準備要結婚了這樣子 請那個大姐要自重這樣子 大姐就有點生氣 惱羞這樣子 他說 要能給我包養 是你上輩子的福氣 你這樣不知好歹這樣子 所以後來... 後來就是整個鬧得出院 有點不開心這樣子 那學長真的很帥嗎 學長真的很帥 真的很帥 給我他的電話 學長現在大概一個月多少錢 你也想包養他是不是 好啦 不過我們剛剛這個小聊一下 我們現在來進入一個比較 真的是要小心的話題 就是有沒有看病遇到 很愛八卦 愛看你隱私的這種 不管是病人或路人有沒有 一定有 我看過一個美容整形的醫生 他本身就對演藝圈 充滿著好奇心 然後很喜歡窺探你的內心世界 然後跟你聊得很深入 他說 我常看你的電視啊 你講話不是滿好笑的嗎 可以不講個冷笑話 我說最近天氣很熱 朋友知道我去吃冰 我不去吃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帥不能吃冰 像棋啊 像棋 對... 對啦... 冰可以吃帥 也很帥 我懂得像棋 你幫忙打聽一下 那個大姐也會進去包養一下 對... 然後還會叫我變魔術 然後會跟我聊說 那你這個通告費大概多少錢 也會問一下 我說為什麼你需要知道這個呢 他說 因為我本身也有在上節目 對... 他講比一下他的價錢 跟你的價錢 對... 然後我就講得很含糊 那後來你們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是誰 就是座座 座座的意思 他問到老婆就知道了 對啊 大家就是喜歡過錢 或者看到我說 怎麼沒有帶憲哥啦 憲哥帶哪裡 我說 他會很習慣性你知道 我們就問他 就覺得你應該是認識所有的 對 或者說 沈玉琳在神祕的時候 還沒有跟你一起來看 他身體有這麼好嗎 跟你這樣 其實我覺得醫院裡面 有很多無聊的人啊 他們可能是在那邊陪家屬或幹嘛 他也沒事做嘛 他們等一些檢查 就是看到哪邊有發生事情 就很喜歡靠上去 我們以前在那個急診室的時候 因為大家知道嗎 以前看X光片 不像現在 現在大家做完檢查都在 醫師大部分都在電腦前面跟你解釋 對 因為片子就電腦直接按出來 以前是有個看電機 然後會插上去對不對 插上去有個亮亮的東西 插上去 所以光片一張一張 對 我覺得那時候我住院醫師 第二年的時候 封面去守急診 那天就有一個高中生 被送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 他就打氮球的時候 跌倒 又被人家這樣搶球 大家這樣壓上去 所以他右邊整個被撞得很厲害 然後我就想說 以前都是要拿那個片子 跟家屬解釋 我就拿那個片子 我就把片子一張一張 然後掛上去 掛上去 那個誰某某的家屬 那個來一下 我們跟你解釋一下 那個X光片 然後就來了四個人 就站在那邊 我就開始講 我說你看 這邊骨頭這個地方 這個肋骨這個地方 斷三根 四根 四根 這幾根 這幾根 可是就有個家屬 就聽我講話 眼睛就炯炯有神你知道嗎 一個四十幾歲的 聽我講話就炯炯有神 然後一直問我 他說斷掉 真的嗎 那大概斷多少公分 然後我說這邊 有一點氣胸 有點血胸 怎麼分得出來 氣胸跟血胸怎麼分 就開始在問你這個 我一直講一講 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住院醫師第二年 也沒有什麼資格帶學生 想說 很少有人在問我這一學的問題 就講得還滿開心的 然後他這個怎樣怎樣怎樣 後來講到那個電腦斷層片的時候 我就說這肝臟有點裂開 但是感覺起來沒有在大出血 他說怎麼看... 怎麼看有沒有大出血 他就白白問說 那個白白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我就問了很多 後來其實我只是想問他們說 因為那個筆迪他有氣胸 我跟他講說 可是他氣胸真的只有一點點 我本來想問他們說 那我因為通常你在問家屬 要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會問有主要決定權的人 因為他一直問我問題 我就想說就是他 我就直接對著他問說 我說那 那先生你覺得 你要不要讓那個小朋友 插一下胸管 他馬上退後一步說 不行喔 我說他們 我就問他家屬問他說 他說問你 那這個是誰 那家屬全部走過去說 他是誰 沒有 那是他 所以我才知道 他是誰 他是隔壁床的家屬 好熱情喔 對 他就看到我叫人家 去看兒子光明 他就無聊 因為他在那邊等他那個隔壁 他媽媽躺在隔壁 在等一間檢查 已經坐了好久了 他就看到大家都走過去 他就跟著走過來 問那一大堆問題 結果問他說要不要擦胸管 之後他才說 他就往後退了兩三步說 你來問他們 隔壁床的家屬 真是的 不要了 在醫院你是不是嫌人真的很多 在醫院待久了 說真的真的 千奇百怪的事情 什麼都會遇到 那時候大概八九年前 我在醫院值班 那我們都是打病例 晚上大概七八點的時候 那一邊打病例 當年那個護理站會有一個轉盤 每個轉盤就是說 10L01A住什麼病人 那時候還沒有很明顯的 那個所謂的個資法 我們都會去轉 10L02A住什麼病人 10L03A住什麼病人 我在那邊打電腦的時候 就有一個男人 來轉那個轉盤 轉這個轉盤這個動作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覺得還滿稀鬆平常的 來看病的 你可能來看病 可能要早早看說 我那個 我那個子子住在哪一床 所以他在轉那個轉盤的時候 我覺得好 OK 我做我的事情 那他會消失一陣子 然後又會再出現 然後他說 醫生啊 這個10L02B 這個是什麼病啊 我就說 爸爸你是要找哪一個床位 那個 這個有些事情我不方便講 我還是有一點警覺心的 然後他也笑一笑 也沒有說怎麼樣 但是他過一陣子 又會消失一下 他又跟那個媽媽說 媽媽 這個小朋友好可愛喔 他住哪一個床位 他是什麼病 越看越奇怪 有點怪 過了大概半個小時 那個爸爸真的是消失了 可是那護理人員發完藥回來 他們也在討論這個爸爸 因為那個爸爸 還跟護理人員在發藥的時候 跟他說 你這一床是什麼病人 你這一床是什麼病人 就搞得所有護理站的人 都是一頭霧水 他就是 把整個護理站的病人 全部都打聽完畢了 大概到了11點多的時候 我看到電腦上 跳出了一個人名 是樓下急診室要住床位的 我打電話下去樓下 問那個急診室的書記說 那個10L06B 如果可以的話 趕快讓他上來 我就趕快處理完 他說 陳醫師 我就覺得他為什麼會知道 10L06A是肺炎 我就想到了 結果是剛剛那個爸爸 他上來把每一個床位 都打聽完了 那我就趕快電腦找一找 因為我還是希望說 他能夠趕快上來 就趕快上來 我就說 那個10L18B 應該可以讓他住院 他說這個我問過他了 他說 他還敲 他就是每一床的狀況 都搞清楚了 最後就只剩最後一床 我說那10L09C 你問他要不要住院 他說那個是三人房 他不但不要 而且 他上來打聽的目的就是 把每個床位是什麼病 然後是什麼樣的病人 住在隔壁都要打聽清楚 對 他 他是做房地產的 對啊 這可能是看房子的概念 這是一個看房子的概念 還戳風水啊 什麼東西 其實說他真的很驚 還是他是... 因為這很重要 這其實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真的一上去 結果隔壁那個很吵 你真的倒大霉 除了那種病患會打聽 我覺得還有一些那種 病患很有意思 他後來久而久之 會變成他那個醫生的 類似粉絲的樣子 就是他給他看病看久 給他做手術 覺得這個醫生很棒 於是乎他在醫院裡面 就會形成一種 很神奇的地位 就是說他也不是跟診的助理 他也不是工作人員 可是他就常常會在那個醫生 他的手術的病房 附近晃來晃去 那他在做什麼呢 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說 哎呀 何小姐 你是...什麼問題 子宮肌瘤 我跟你講 你給誰開 他說誰... 我跟你講這個疾病 你就要找那個什麼醫生 他真的很厲害 我是本身是他的患者 他真的很強 我告訴我這個醫生人超好 可是有一次沒想到 他這個愛八卦 愛去喇咧 愛去推銷他醫生的個性 結果幫他的醫生做 我來一個大麻煩 真的嗎 你選這個醫生 不錯 我就是他開的 他很讚 你定什麼時候開 什麼... 就旁邊另外一個人說 我也是選那個醫生的 你們真的很好 對我們那醫生很讚 你什麼時候開他 你也是喔 結果他在那邊聊天 聊開來的時候 後來發現他的醫生呢 當天隔一天的早上呢 同時開了四台刀 你也是他 他也是他 他怎麼樣能夠同時開 我們四個人 你知道嗎 他是章魚啊 他剛好... 剛好四台刀 可能是請他的那個 那個學生或什麼去開 其實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他們確實 有可能是一開始我做 或主要動作我做 其他地方可能是我的學生 可是問題這是你必須先 跟你的患者可能先講 那因為有時候他們是慕名而來 這個時候突然間發現 怎麼可能 那我們到底誰是你開的 誰啊 哪一床是你啊 所以就因為這樣 就這個就鬧上了糾紛 就鬧上了醫院 所以他的患者 本來是基於很崇拜他的心情 到處幫他推銷 幫他八卦 結局就是 幫他而來換 過換 張昆駿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沒有 他有說 他講過很多次 你為什麼要上層樓 你為什麼要上層樓 很小高興 我家一顆不太高 我們沒有指定費 可是我們就要跑外面 家一顆有一些特別就是 去居家醫療 就是我們會到病人的家裡 那種活動不方便的 老公 老阿嬤 或是一些年輕人 一些活動不方便的 都要家裡去看他 所以我們就去了一個 大概七十多歲的 阿伯的家裡 然後就去看 阿伯也去看阿伯 然後就會有一個看護 在照顧他 然後就有一天 就終於兒子在 因為我們都沒看過兒子 兒子就請媳婦下來 然後媳婦看一看之後 因為大概兩到三個月 才去一次 所以看完一看就覺得怪 這個是媳婦 好 當下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我才去過三四次 沒什麼想法 結果過了下一次 又只有看護才覺得 就看起來怎麼覺得 有那麼一點神視 就有一次去看護也不在 兒子也不在 所以那一次是隔壁阿姨來 因為他們就拜託隔壁阿姨 幫忙開門 隔壁阿姨進來就跟我聊 然後開始就聊開 阿姨就說 那個 他們家裡我做事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長得很像 她真的就是雙胞胎姐妹啦 你說看護跟老婆 對 真的就雙胞胎姐妹 然後我跟你說 那個她一開始 她請了看護 結果後來有個去的時候 她就跟她去 去了之後發現 姐 雙胞胎姐妹長得很漂亮 結果兩個也都不錯 結果最後一個娶回來 結果一個當看護 可是我跟你說 有時候就明明就是什麼 老婆回鄉探親 可是另外一個看護沒探親 可是在路上就看到他們 兩個牽在一起 然後你說一個 有那個年輕人 這樣不行 我就聽了我就說 我沒有聽到我沒有聽到 結果她就一直講 結果說我跟你說 她家的故事還這個人 有時候這個當看護 有時候那個當老婆 沒有人認得出來 沒有人認得出來 好精采喔 這個男的也算專情啦 兩個長都一樣嘛 有差別嗎 這樣不算劈腿就對了 什麼壞都一樣就對了 都一樣 對啊 所以她沒有劈腿啦 對 沒劈腿還算OK 真的是千金難買好鄰居 有一天我在值班 在產房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產房其實 也都是簾子隔起來 那第一床的待產的 那個夫妻就是因為 產婦痛到受不了 他們想要打無痛分娩 然後我們就把先生 請到護理站來 要請他先同意書 然後就一天解釋 那這時候解釋 解釋 解釋到一半 我在解釋的時候就突然 第二床的簾子突然拉到 然後就一顆頭探出來 結果第二床的婆婆 就探出頭來說 不行喔 那千萬不行煮喔 不能打喔 那個打脊椎 那以後生完會腰痠啊 什麼的 而且本來生產就是痛啊 我們那個年代也說 是這樣痛才生得下來的啊 就她面子講 一直講 然後逼得後來 變成我們是在 跟那個婆婆解釋病情 解釋怎麼樣打無痛分娩 而不是對著那個先生 因為我們怕她 誤導大家的碗面段 碗太寬了 對啊 對啊 就最怕這種婆婆 真是的 光好自節就好了 對不對 之前我有個病人 她四十幾歲 她是個業務精女 所以常常要應酬 那天半夜的時候 她就突然間肚子大痛 就送到我們醫院急診室 那我們那天緊急幫她開刀 因為已經腹膜炎了 我們就腹膜炎 就看完之後就發現 她胃破了一個大洞 就很標準的一個消化性 潰瘍穿孔 就手術完就結束了 之後開始就恢復得不錯 然後我就去查房 查了兩天之後 就是也知道 有一點知道她的家庭 她有跟我講說 她太太都是 每天早上會來陪她 然後顧到大概四點多 她太太就會走 就會換 就沒有人了 理論就沒有人了 因為她太太要回去照顧小孩 就有一天我去查房的時候 因為她住在 第六天還是第七天的時候 有一天我去查房 然後那個就有一個 那個也是我的病人 我照顧我病人的一個家屬 就突然間跟我說 江醫師 我跟你講 那個隔壁那一床 那個住大便房那個 也是你的病人 我說我對她怎樣 她說我跟你講 你這個病人真的很厲害 我說怎樣厲害 我跟你講 每天晚上 會有不同的女生來找她 我跟你講 那個早上是她太太 七八點的時候 她太太大概都四點多走 然後七八點的時候 就有另外一個來找她 我跟你講 其中有兩個 有一個很漂亮 已經來三次了 然後她另外兩個來找她 然後她開始把她手機拿出來 我跟你講 我這邊都有照片 我來講 姐姐啦 她都在那邊偷照 你知道嗎 人家來的時候 她就晚上在那邊站起來 有夠無聊 我就跟她講說 你這樣子拍 我會給人家發現 她說沒有 我跟你講我做得很隱密 我都知道她們在這裡 我都這樣子 真的真的這樣拍 我就說你這個 你知道就好 你不要到處亂講 出事情就跟你說 她說我知道 我就跟你講而已 我說你這個 你這個開刀厲害 每天晚上都不要女生進去 才剛開完刀 伊倫那麼風花雪月就是 他應該是在 一週刊上辦的 那麼厲害 可以這樣拍成這樣 伊倫裡面站在那些家族 真的很無聊 很喜歡看人家在幹嘛 很奇怪 不知道在幹嘛 風花雪月 這種看人家隱私的 老實說不太可取 不過我們其實在醫界 我們更怕的是 會影響到病人治療狀況的那種 對 那我之前就有一個病人 大概三十來歲的一個小女生 那她的話就是卵巢癌 她是特別的卵巢癌 是生殖細胞癌 那生殖細胞癌 其實基本上開完刀之後 一定要打化療 那那個時候 老師就帶著我們去查房這樣子 就跟這個病人 剛開完刀就跟她說 你一定要打化學治療 後來在旁邊隔壁床 都是開良性刀的 那開良性刀的 照顧她媽媽 有事沒事就去關心一下隔壁這樣子 就跟他們說 我跟你講 醫生跟你講說要打化療 千萬不要 那個打化療 你知道副作用多大嗎 會掉頭髮 然後再來這個化療藥呢 根本就是毒藥 千萬不要用 這西醫用的這些化療都是毒藥 你用了下去 命沒有延長 反而會更短這樣子 那這個原本家屬 就已經很難過 小女生要打化療這樣子 家屬就說 那個 醫師我們再考慮一下好了 因為聽說這個 化療好像並不是很好這樣子 對病人不見得有幫助 那我們那個老師滿全位的 她就說 誰跟你講的 馬上震怒 誰跟你講的 她就說 不好意思 就說 隔壁的那個阿姨講的這樣子 因為就住在隔壁 我們那個老師 大主任所 他沒什麼意氣 他講出來 對啊 我們那個老師 直接講說是誰 很有威嚴 他一生氣大家都怕 直接走到隔壁床 隔壁床不是他病人 他直接說 你跟我出去喔 你跟我出去喔 醫院不歡迎這種人 直接這樣子講 哇塞 後來逼得護理人員 要趕快安撫主任的情緒 就是趕快把這床病人 轉到別床這樣子 那後來還好 就是病患在好說歹說 那之後還是 順利完成治療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們在醫療的時候 其實很怕啦 隔壁的鄰居 假如是好鄰居就算了 如果遇到這種會影響決策的 其實有時候還是滿危險的 對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他人隱私的這樣一個病人 其實有的時候 是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後患 對 那我們要聊一聊 那病人本身 病患本身有沒有 哪個口無遮攔的行為 然後讓醫護人很困擾的 這個 病患本身 對 這個有些時候 有些病人他就是比較熱情 比較大方一點點 那之前就有一個那個上班族 大概三十出頭 長得就真的是 就是跟心靈比較不一樣的風格 就真的很漂亮 就不漂亮 轉不一樣 我就解決他 沒有 大家有不一樣的風格 他就剛好那個乳房 有個四公分的限微限流 他全部開刀嘛 那他那個時候漂亮的女生 他當然不希望在他的胸口上留疤 是 所以他當然就是用我們現在 比較流行的微創手術 去把它給拿掉 那我們外科醫師查房的時候 看什麼 當然是要看傷口 不知道要看什麼 那雖然是微創我們要看說 有沒有中期 有沒有什麼樣 他看到房間說 你要看喔 他說那我可能要清場一下 我本來想說 因為有的那個女生 特別是那種年輕女性 他要給你看一些 比較私密處的傷口 他會希望要清場 對 就是如果說我有男性的 那個住院醫師在的話 有時候他甚至連住院醫師 他都不喜歡給他看 他只給你看 了解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想說我那天 一個護士 一個NSP 兩個都女的 清場是叫我出去 是給他們看的 我就說清場 我就沒看到其他男性在旁邊 然後他一直笑 他說那個護士 還有那個護理師 你們兩個出去一下好不好 江醫師要幫我看傷口 我說 我倒是 這好坑的耶 好香喔 我當作沒有 我說沒有 你開什麼玩笑 我說他們是女生 他說沒有啦 我開玩笑啦 就是會這樣子撩你 其實那個護士 但你有開心對不對 還好 為什麼還不出去 還好 其實那個病人 之前來給我看悶診的時候 他就會講一些 有我沒有看到 那時候在我悶診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江醫師我有時候會 會那個心跳很快 心率不整 我就問他一下說 你有沒有特別在幹嘛的時候 會這樣子 會覺得心跳很快 不舒服 他說有啊 我說什麼時候 我想至少幫他稍微 健康診斷一下 看到你的時候 對 他說 這就來你門什麼東西 哇 他就在撩你了吧 你是不是很高興 還好 還好 一整天都很寬意 哇 好可怕 今天粉紅正在的紅 我覺得這故事是你捏造 沒有 還不只一個 沒有啦 就是有的病人會比較熱情一點 他跟他整個護士都有自備 嘔吐帶 真的 因為我們婦產科 可能也跟乳房外科一樣 都是看女生 然後其實也有很多女生 也是都還滿開放的 我們整就來過一個年輕女生 然後她來 當然就是私密處有問題 我們需要內診 結果她當天穿的是一件 連身的褲裝 就是一件十的 那怎麼脫呢 當然就是從上面直接一件脫下來 那這時候我們護理師就比較 就是怕她尷尬 然後就拿了一條大毛巾 想要給她蓋 然後沒想到她就手一揮 不用 沒關係 我不會冷 然後 然後我走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她光溜溜的 就是只剩一件內衣 然後就躺在內折台上 然後我說 因為我也覺得很尷尬 這樣看著她光溜溜的 然後說沒關係啦 醫生 你們不是每天都在看嗎 你們看那麼多 你害羞什麼 然後夏真的問得我 話都答不出來 我說還是蓋一下好了 我們整間冷氣滿冷的 我怕你感冒 那我學長也有曾經被撩過 就是跟江醫師一樣 他是一個老病人 常常來看他的診 然後看著看著 有一天在內診的時候 某某醫師啊 你們每天看 這麼多女生的那個私密處 你回去看老婆 你們一般的醫生 其實都會比較嚴肅 然後可能會很震驚八百地 回答他說 不會啊 這是專業什麼的 但是因為已經很熟了 那我的學長就直接回他 你覺得我三個小孩怎麼生的 所以你家醫師也是 閉著眼睛 所以有時候碰到這種 開放的病人是有點尷尬 那可是其實我們婦產科 男醫師更常碰到的是那種 會在意性別問題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女病人的話 不太願意給男醫師看 尤其老的女生 老的太太 更怕 更怕 那我有一個病人的話 大概六十幾歲的一個太太 老太太這樣子 那她來門診是做模片 那護理師就說是男醫師 是李醫師這樣子 他說是男的喔 那那個護理師當然 第一聽到這樣就知道 他稍微有點疑慮了 所以就跟他說 李醫師做得還滿輕柔的 不太會痛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冥為其難進來了這樣子 那躺下來 做完抹片我就說 還好吧 應該不太痛吧 他也不講話 然後下來之後填完單子 他就說 真的還假的 你賺到了 你換掉 我跟護理師就 兩個人想說 這個阿姨怎麼這樣子講話 到底賺到什麼 實際上那個抹片 老實說也真的沒多少錢這樣 所以不知道是給我賺到什麼 他賺到的應該不是幾隻 對 說給你看了很多 對 對 對 不過可能真的做得還不算 大概是不太痛 所以她後來 還是有來我門診的 看不同的問題這樣 我之前有碰過一個 就是那個大姐 其實她跟我同年 就是看 就看頭痛還高學 看了好一陣子 有一次她就門診的時候 跟我講說 陳醫師你結婚了沒 我說結婚啊 對啊 有小孩啊 對啊 怎麼樣 我說 其實我女兒也不錯耶 我想說 可是我結婚啊 我說沒關係啊 先認識一下 沒關係啊 太奇怪了 然後一個月後她回來的時候 她真的帶她女兒過來 長得怎麼樣 她長得還不錯 對 她就跟她說 這是我女兒啊 她說在哪裡工作啊 還沒有結婚啊 沒有男朋友啊 這樣子 跟妳看 要不要換個手機啊 以後可以有機會 可以吃個飯啊 聊個天啊 真的 然後我就看了她女兒 護理師看著我 她女兒就 就很尷尬地對著我笑 我也對著她笑 說妳媽媽最近不錯嘛 問題都很好嘛 對… 她講到最後她說 那我先出去一下下 這太妙了耶 對啊 她們都覺得 她女兒來當小三都OK喔 Yes 還是是仙人跳 反正 我們就是做我們專業 該做的事情 對 就不要想那麼多 如果林志玲進來 可不可以留個電話 好不好 對 其實我都覺得 很多老阿姨 真的是想到什麼 就敢問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一個五十幾歲的阿姨 她進來每次都跟我講 一模一樣的話 她就說 她每次都講這一句話 其實我每次 對這一句話都很反感 因為不管在哪個國家 我想問人家的薪水 都是一個禁忌 你可能說 不會有人問人說 小鐘哥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大概兩百萬 只有座座會問我 一個座座多少錢 那個阿姨她就說 你看 我在外面幫你算 我現在掛到九十二號 你現掛一百號 你看 一個病人兩百塊 你一天就有兩萬塊 一個月三十天 你就六十萬 她在現場在那邊幫我算 我說什麼 我們的員工 一個月一個護理人員薪水 四萬塊 一個月薪水要發出去四十五萬 哇塞 走心了 然後那個房租 房租一個月八萬塊 水電一個月六萬塊 然後你用一根壓舌板 還有那個廢棄物處理費 一個月要一萬塊 等一下 你跟她講那麼多幹嘛 果真的火大 因為我覺得 她就在那邊幫我算 我的錢費用是多少 可是她們都忽略掉 賺進來的錢還要扣掉成本 對 然後我看她那個表情 還是一副不大相信的樣子 我就從我小學的時候 我努力讀書一直讀到大百 買不完而已這樣子 她最近會加入新的計算方式 她說 通告費一個通告費算進去 她真的很關心你喔 而且她通告費算的數字 也超過我拿的數字 她賺到小鐘哥了 她賺到小鐘哥了 我的真的也還好 真的 那麼我們現在再問一個問題是 如果有病人騙 然後很愛演 你知道有些病人會騙醫生 結果被拆穿 沒有 然後又電小燈熊 或死不承認你有沒有這種狀況 有啊 我們人就曾經來一對夫妻 那婦產科夫妻一起來 要嘛就看不孕嘛 要嘛就是懷孕嘛 好 太太就開頭就說 醫生我懷孕了 可是我們不想要這個小孩 對 那我們當然就說 好 那我們先檢查這樣 然後檢查 檢查完之後 我說你們有商量好了嗎 確定不要 她說對 我們要做流產 對 然後我們就拿出同意書開始解釋 可是這當中 從他們這一對夫妻 一走進診間到檢查完 我們開始在解釋同意書的時候 那個先生都一直站在牆邊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抬起頭來 看他太太或是看我們一下 都沒有 就是默默的站在旁邊 然後就這樣低著頭 我們就說 那不好意思 因為做流產的話 雙方身分證 我們都需要核對一下 然後太太就從他皮包 拿出了兩張身分證出來 好 他跟先生的 那我們看了一下名字 那這時候就覺得很怪 因為看名字的時候 會瞄到照片 我們都覺得 那男生好像不是那個人 可是我們不敢講 對 就是照片是慕容醫師 然後現場是陳農醫師 就是這樣 這好像差太多了吧 那個先生從頭到尾 他就是一直低著頭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先生你頭抬起來 我們又不是警察 對 那我們就只好 我就只好用解釋病情的方式 然後故意就跟先生說 太太可能流產之後 會碰到哪一些狀況 可能會有初學啊 你要幫他注意啊 什麼什麼的 就逼他看著我 把頭抬起來 那我還有護理師 都覺得 那個應該不是他 對 然後我們就說 護理師就說 不好意思先生 我們需要再重新核對一次身分 那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他就講 那請問你身分證 他就講不出來了 我就有點點生氣 我就說 如果說你們還是堅持不承認的話 你們到時候簽下同意書 是會犯偽造文書罪 對 然後他才說 因為他先生在跑船 沒有辦法回來幫他 簽這個同意書 所以他就只好找朋友來幫忙 對 我說 可是法律規定 人不在現場就是不能做 不管你的原因是什麼 那如果女生自己去的話 不就好了 可是因為他身分證有配偶欄 有配偶欄就不行了 真的 因為我沒有做過這種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問一下 你都找未婚的 因為你都陪我娶人家 當然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說有 有配偶了 好會夠啦 要認要認小鐘哥 不過老師說 大部分病人會演 大部分就是會有一些隱情在裡面 他可能不太願意 醫師知道一些 他的一些狀況這樣子 那之前的話就是 我有一個病人是二十歲的女大生 他掛了大概二十幾號 我才看各位書的時候 他就開始敲門了 他說他肚子痛到受不了 底下一直出血 他這樣子 底下一直出血 那我問他說 那你怎麼不舒服 他說 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感覺就是有蟲 從底下爬 爬進去這樣子 他說他因為感覺到 底下有蟲爬進去 他就用手去摳底下 摳到整個都破皮 出血了這樣子 所以覺得很痛很痛 趕快來看醫生 那我們用鴨嘴撐開 就看到一個東西 大概這麼長 有點像是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情緒用品 就掉在裡面這樣子 那就反正順勢把它夾出來 那我心裡想說 應該是不小心掉在裡面 他沒拿出來 所以摳到流血這樣 就跟他說 那個這個東西在裡面 那你是不是 下次小心一點這樣子 女學生突然很驚恐就說 那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在裡面這樣子 我說 他很棒 他眼前到 他有做功課 剛剛那個老公就沒有做功課 對 沒有演啊 對 這個有 已經在家有爬眼過了 是不是 對 醫師 會不會是我去泡溫泉的時候 這個義務就流進來了這樣子 我說 這個應該有點困難吧 東西會飄進去這樣 他說怎麼會這樣子 泡個溫泉就這樣子 然後邊走出那整間還邊唸 下次不能再泡溫泉 下次不能再泡溫泉 泡溫泉的 所以有的時候 不過秉持我們的專業行像 我們還是不會 就在病人面前嬉笑這樣子 對 我們還是就是就事論事 那把它拿出來 幫他解決問題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一個 伯伯來啊 就是因為年紀大了 最近就開始 家人帶他來一坨家人 然後一起湧進來 伯伯大概七十多歲 坐在輪椅上 一進來手 一直抖一直抖 然後臉痴帶清洗一邊 然後輪椅給人家推進來 好像整個都倒一邊 都沒有力氣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種伯伯 就問家屬 怎麼啦 我們要趕快要幫他治療 看要開一些藥 還是要做什麼一些處理 那家屬說 沒有啦 那個 可以幫我們開一下巴士量表嗎 因為他想要請外老來照顧伯伯 可是巴士量表 在第一次看到他 不確定他長期的狀況 不是穩定的狀態 我們絕對不會在第一次開給他 跟他解釋清楚規定的時候 家屬一直拜託 一直求 然後就說沒有辦法 一直認真跟他再三的解釋規定 他們還是不能接受 最後就突然發生一個可怕的事情了 伯伯突然就站起來 然後髒話都罵出來說 不要開了 不要開了 是在 叉叉啦 三杯啦 然後就抓狂直接甩門就出去了 誰在站起來喔 真的站起來 站起來 然後我們都傻了 然後家屬就瞬間想說 好啦 好 撞一下 撞一下 那家屬最後就全部出去了 出去就算了 過一陣子就開個門說 那就是我要吹掛喔 對... 還要吹掛 然後所以在這個案件上面 我就轉頭 好好的教導我們的住院醫師 你看 我們就見證了 奇蹟的時刻出現了 我就讓他站起來了 厲害... 這樣幾個聽起來發現 真的 對 要嚴好嚴滿對不對 因為其實老實說 多數醫生應該都 最常遇到是我接下來說的這個 就之前有一些急診 有一個急診科醫生就說 他們其實老是 值夜班的時候最怕這種人 他說有一次呢 他也不幸就值了夜班 值了夜班就來了一個大哥 醫生啊 肩膀脫臼啦 然後脫臼很痛 也說要止痛藥啦 醫生就說不好意思啊 強哥啊 那個你也是知道喔 那個你的名字有在那個通知單上啦 就是他們那個 止痛藥成癮的人啊 他們有被列為那個列管啊 所以他們會到處去騙止痛藥 是喔 所以那個 因為菁瑜他是大哥嘛 醫生也不好意思 只是說我絕對你才會騙 他說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你的名字就是有在那個上面 如果我給你這個止痛藥喔 我們會被處罰 我們沒有辦法開啦 他說醫生 我已經很佩服 配合你們耶 你有沒有注意 然後他說 是啦 強哥 你是半個多月都沒有來 可是我這個插卡進去 你那個紀錄啊 現在王來當時 但是看到一個新聞有消息一下說 吃鳳梨會得鳳梨病 這是什麼意思 有些人就會發現呢 在網路上有流傳說這個 吃鳳梨會得鳳梨病 對 他們說的是啊 有歧視喔 因為他們說這個鳳梨裡面 大家都知道 它鳳梨有個叫蛋白酶 就是蛋白質的分解 酵素 他說這個蛋白每吃進去之後呢 可能會傷害到我們人體的血管 傷害到皮膚 所以有一些可能有過敏體質的小朋友 吃下去之後呢 甚至更慘 他說會發展食謊 然後呢 然後呢 整個呢 連走路都會慢 所以他說這就是一種鳳梨 鳳梨中毒 鳳梨病的狀態 講得還滿嚴重的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 這個事情呢 其實還滿鳳梨的 所以大家在拆解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到 鳳梨蛋白酶 這個東西 什麼叫酶 聽起來是一個很特別的物質 可是他說穿的就是 酵素的意思 換句話說大家平常什麼叫酵素 不是還會去買消化酵素 幫助消化 所以蛋白酶則是 幫助消化蛋白酵素而已 所以它不僅不會造成 心血管的傷害 甚至有一小部分 如果我們發現 它有心血管保護的作用 還有些微的抗發炎作用 所以反而跟大家想像 是不一樣的 那至於過敏這件事 其實每件事情都會過敏 像 都會有過敏現象 當然是 當然是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些東西雖然會過敏 可是不至於造成發展 吃環 講話 怎麼長胖不長哥兒啊 不會的 所以我不是鳳梨 你之前都是去另外一家拿 就是他那個臉線 要有去另外一家醫院 拿紙通話 就是所以我恐怕 我今天還是不能開給你 想不到我告訴你 什麼叫做眼圈套 好 沒問題 我待會兒來 結果出去之後 後來大哥真的又來了 人家大哥眼圈套 好不好從哪裡 給它跳下去 真的很糟 真的還假的 他也太誇張了啦 他那個比毒癮還嚴重啦 對 因為他那就是一種毒癮啊 自己砍了自己的腿 不要再砍 他就是跳下去 讓他問題扭傷還是出生 真的啊 然後他就說 給他真的 拜託 這大哥 眼圈套給他 Gay小禍啊 這個Gay小禍 這要給他 這要給他 但是不能開的 因為他被管制 如果我們開出去就會 因為衛生局馬上會來問 他就算多久 也是開一般的 我們就開其他的就好了 他會說沒笑 你那個打下去的感覺 常常打下去那種感覺他知道 他就是要那種心怪感 所以你打另外一種 所以是用打的喔 對 是用打 所以還會有那種心怪感 就跟吸毒其實有一點點的像 會有心怪感 所以人家會說 其實醫院裡面的病人 他有時候會騙你 其實就是 騙你要多住院 其實有時候背後是有很多原因 大家的原因都不一樣 之前有個阿嬤 他七十幾歲我還記得 我幫他開一個那個膳器 一般我們開完膳器 隔天就回家了 大部分都是這樣 可是阿嬤跟我住到第三天 第四天 還不回家 你知道嗎 我們有健保的壓力 健保會說 你之後後面三四天 這個怎麼算 可是我每次跟阿嬤 講到這句話的時候 阿嬤就臉色不好看 他就說 不可以 我還很痛 而且我家裡面沒有電梯 我住三樓 我平常要走出去都要人家扶 我走很慢 我走去 那個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 他的病房外面都會 就是在出口地方 都會有個廁所 我如果走去廁所 我就要走十分鐘 你這樣我怎麼回家 他一直跟我講講 我也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痛不動是很主觀的問題 我就沒辦法跟他講怎麼樣 那阿嬤在乳你 你也不好意思 就給我點綠綠 就去看下一個病 查過去的時候 我真的要走出這個病嗎 什麼 突然看到前面一個阿嬤 跑超快 跑... 就衝過去 從到外面的一個公共廁所 去上廁所 我一看到就是他 我就跟著他跑過去 我就在廁所沒辦法堵他 我看他跑那麼快 你也太心酸了 你在廁所能夠堵兵 不是啊 我就想說 你跑那麼快 我怎麼抓到 被我抓到現行犯 我就跟他衝過去 我就在那邊等他 他出來的時候 我說阿嬤 我看你剛才走得很快 對啊 好像不說自己聽 他說沒有啦 醫師怎麼有啦 我剛才走的時候 你看 我臉色很難看 我一直扶著牆壁這樣跑 沒有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 有朋友後來 我還是讓他住了很久 因為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住北部 他小朋友都在南部 只有他開刀的時候 他小朋友上來陪他 所以他其實不是想要 多住院要幹嘛 他只是希望說 他小朋友都會來啊 都會 至少會有一個小朋友在陪他 他只是想要那種親情的感覺 所以後來我知道 我會是讓他多住了幾天 就... 就害我被健保去發了 好不好 因為我可以分享 其實健保現在有雲端 還可以查詢那個病例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我前幾個月有一個阿姨 她就說她頭痛 她就說她頭痛好多年 最近越來越痛 她說一來就說 你還是要幫我做個腦部掃瞄 看一下我腦部有沒有長腫瘤 我說你平常什麼時候會痛 我說你看我現在痛給你看 開始痛了... 還可以控制她的痛 這可以太妙了吧 我導演就會痛到流眼淚 她說 然後雲端藥力一插進去 她說你上個禮拜好像在 另外一家醫院做過電腦斷層 包包出來沒事耶 對啊 前一個禮拜在T大列醫院 也做過核實公證 也沒事耶 你這個月好像做了三四次的 電腦斷層 都一直勾證了 對啊 都檢查出是沒問題 每個醫生都說沒事 可是我頭震得很痛 你看我剛剛就通給你看了 要不要再看一次 我說 可是你這樣照那麼多 如果真的沒有 本來沒腫瘤 這樣虎色照下去 搞不好有一點腫瘤 會癌變 然後就說沒關係 你還是幫我照一下 我就跟她掠了很久 掠了快半個小時 最後我跟她講說 因為你一個禮拜之內 才做過電腦斷層 我沒辦法 而且片子我看得到 真的是正常的 如果真的要止痛藥 我可以再備一些給你 就最後她說 她止痛藥沒效 她不要吃止痛藥 對 後來就開始 就是一個抗憂育的藥 然後給她之後 跟她講說 你就先怎麼吃 有問題的話 我可以介紹我老師給你 你可以找我老師 就跟婦女講 這個不用約了 幹嘛這樣害老師 其實要救我們的 所以她也不是來騙保險費的 她不是騙保險費 她是心裡其實是有問題 她心裡是有問題 有病 真的是覺得 因為其實講白點頭痛很多 真的是 就是普通神經肌肉痛 而且你那麼密集的 做電腦斷層核子公正 告訴你的答案都是正常 對 又來這邊告訴我說 你要再做一次 我告訴她說 雲端上面也做過 你怎麼知道 她又覺得很奇怪 對啊 這是她的隱私 她以為可以騙過你們這樣子 對 她以為 以前沒有雲端的時候 有可能這個病人會做很多次 是 可是現在有雲端的話 其實卡一叉 然後就重大的檢查 抽血 又有什麼藥 上面都有 櫻木娘 不過今天從病患 喜歡跟你們八卦 到病患 跟你們麻糬麻糬 就開始沒大沒小 其實之後發現 雖然今天大家聊得非常開心 但是回到專業上 你們還是非常嚴謹 跟專業的對不對 只能說要騙你們的話 記得 要演全套好不好 好 給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小小媽媽 我們今天要跟我們公司 都帶大家拜拜 拜拜 黃醫師 現在就是腸病毒來襲 那根據我們對腸病毒認識 好像是說 它的病菌如果真的要殺死的話 需要漂白水來幫個忙 可是大家一直說 洗手很重要 可是我也不可能洗漂白水 那為什麼這時候洗手很重要 還有就是洗手 其實有一些用具有沒有什麼 大比拼 哪一個是最好的 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疾病管治署 是說要用肥皂洗手 那用肥皂洗手 只要把手上的這個油脂 清除掉的話 病毒會躲藏 在你的油脂皮脂裡面 就會一起被洗掉 所以就是這個 濕縮沖沖的擦 擦乾的話 基本上腸病毒 在你手上就不會殘留 那如果你今天手邊 沒有肥皂 沒有洗手錄 這一類這種濕洗手的工具 那麼乾洗手的選擇 大概是這種含濾的產品 就聞起來稍微有點 跑白水的味道 像這個弱酸性的次氯酸水 或者是那種奈米金屬的 那種那類 就是說 它可以把病毒的顆粒 崩解掉的 或許它可以取代酒精 成為乾洗手的選項 總而言之呢 最簡單的方法 還是找一個水龍頭 用肥皂 把你手每一個地方的油脂 清洗乾淨 然後擦乾 那麼什麼時間點是最好的 我們在洗手五時機 就是吃飯前 上廁所後 然後這個照顧小孩前 然後這個醒鼻涕打分地後 還有看病的前雨後 這五個時機點 大概是一定要洗 那至於其他時間 你要洗也可以了 了解 我還是要洗手 好嗎 我都會洗手 我先洗手 你不要在洗手 你不要在洗手 也行 那些水龍頭 你不要在洗手 就不洗手 來洗手 你不要在洗手